看起來我們從前面的討論 可以知道中國 尤其我們看到習近平 現在所主政之下 中共是千瘡百孔 是非常多的問題 但是台灣某些時候也有一些 讓我們有點訝異的這些言論 特別有些是過去保家衛國 在協助我們捍衛台灣的 這些退役的將領 最近又有這個高階的這些將領說 你們這個幹嘛 去改這些任何的規定 反正這些人去了都是當炮灰的 無所謂 甚至有人說這個台灣 從我們卸任的這個總統也說過 台灣抵擋不了幾日 或者是這個台灣一定 這個無法來對抗等等 這種所謂的長他人志氣 特別來自於我們退役的這些高官將領 然後說出這樣的話 的確讓我們覺得非常的 我覺得我只能搖頭 我不想再用這個很惡毒的話來講 但我只能說他們都還在領國家的退休縫 怎麼說得出這種話 彭教大學你怎麼看呢 這個我想有些觀眾都知道 我是軍校畢業的 那麼而且我受了很完整的這個軍事教育 我曾經在陸戰隊學校 步兵學校 這個特戰學校 政戰學校跟三軍大學 受過勢 所以說這個我在軍中的資歷整整17年 所以我非常的瞭解 就過去軍中的這些教育有哪些的問題 其實最主要的根源在哪裡 就在於過去我們所受的簡單一句話 叫黨軍教育 什麼叫黨軍教育 因為中國共產黨跟中國國民黨 是孫生兄弟啊 為什麼說孫生兄弟呢 因為事實上這個當初黃埔建軍 完全是因為國民黨的聯俄融共政策之下 在第三國際蘇聯的等於是 給國民黨的一個禮物 就是幫國民黨建立一所這個 蘇氏的這個軍校 他所有的經費 武器 包括政治教官都是從蘇聯而來的 那麼所有的政治教官 都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員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周恩來 所以這樣的一個學校 那麼國共兩黨都有一套理論 就是所謂的國父講的什麼軍政 訓政 憲政 那麼尤其是在所謂的訓政時期 以黨領軍 以黨領政 這個中國共產黨直到現在 國民黨過去長久以來 在台灣的時候也是這樣子 我們那個時候所受的教育 那叫什麼 三位一體 就是說因為有中國國民黨 所以才會有中華民國 因為有中國國民黨 才會有國民革命軍 簡稱為國軍 那麼換言之就是說國軍最主要任務 就是捍衛中華民國 以及中華民國的締造者 中華國民黨 所以過去我們在很難想像 在台灣的國軍裡面 一樣有黨支部 一樣有黨組織 像我政戰學校畢業的 我們在部隊裡面 就是負責軍中的黨務工作 跟共產黨坦白講 基本上沒什麼兩樣 那麼長期受這樣教育的影響 那麼那個時候把這個 建立一個名詞叫三合一敵人 什麼叫三合一敵人 就是中國共產黨 台獨 還有海外的異議分子 把這些當作敵人 其實說穿了就是你只要反對 國民黨長期執政的都是敵人 給軍中的教育是這樣子 所以當台灣民主化以後 特別是國民黨失去了政權以後 很多受這樣黨軍教育的這個退伍軍人 他是思想轉不過這個彎來 就認為說好像現在已經不是 這個正統的正規的這個中華民國了 那麼所以這個影響在思想觀念上 就造成了非常大的一個裂痕 但是更糟糕的是有一部分人的退降 他除了這以外 還有一些就是說 這個好像是被中共收買一樣 為什麼說被中共收買 也許他自己不認為 但是他做一些動作的時候 他會獲得一些的經濟上的好處 譬如說他的點閱率 收視率這些 會使他獲得好處 所以我們看到說有一些的幾乎是職業的 像現在這個他們就經常的 違背了他自己所受的軍事的專業訓練 那些對於中共武器性能 軍隊戰力的評估 說實在 真的是不好意思 連中國自己都不好意思講 譬如說有一位海軍出身的 他說他看到中國的055這大區 他說這是全世界第一流的 他欲有榮焉 坦白講這樣的話 連中國的軍人都不好意思說出口的 那麼還有一位呢 他說只要這個東風導彈一發 這個美國的關島就解決了 但是我就看到大陸的 就有網民 後面跟著貼文 他說 你這說什麼話 只要中國的戰略這個導彈一起飛 因為美國 因為戰略導彈 他最有可能就是裝核子武器的 所以在美國的判斷裡面 他不能夠冒這個風險 所以美國一半如果他就開始攔截 開始反擊了 所以誰敢 還對關島怎麼樣 所以可見得說他們為什麼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 攻心為上 攻城赤字 中國需要在台灣建立一些內印 就是說第一個弱化我們必順的決心 然後這就造成說所謂的失敗主義 跟失敗主義的軟體兄弟 叫做投降主義 由於說你看我們打不贏啊 你當兵就是當炮灰啦 然後乾脆不要打了嘛 都是中國人自己不打自己的 我們投降算了 就這樣的這種歪風 就這樣吹出來 不過這個我覺得真的是 最近特別是我們一位 前掀旗的這個帥化民將軍 他曾經當過國軍的中將 那麼很早以前我就認識他 這個說實在他有一些的言論 真的令人很難以忍受 為什麼呢 因為最近 中華民國國防部呢 對於這個義南的這個標準 身高標準降低了 降到152公分就可以當兵 那麼當然台灣有一些人就在討論 這會不會太矮啦 那麼這個帥化民將軍他在一個談話性節目 他講他說哎呀 反正都當炮灰啦 炮灰不需要什麼規格的 這樣的一句話說實在太尖刻 太傷人了 我當了17年軍人 金門馬祖哪都跑過 沒當炮灰啊 帥化民 他是陸軍官下36期畢業的 他當了40幾年軍人 活到80歲了 他也沒變炮灰啊 那為什麼說台灣的子弟兵 當一年的這個義務役 就會成為炮灰呢 我不曉得這個邏輯怎麼來 第二個 如果說當兵 就等於是去當炮灰 那當初在台灣建立所謂兵役制度 不就是中國國民黨嗎 那中國國民黨不就是始作俑者嗎 所以這樣的一個說法 就是別有用心 事實上不要說是帥化民啦 從823炮戰以後 台灣的軍人沒有哪一個當炮灰的 沒有哪一個當炮灰的 除了一些演訓意外 死亡等等 沒有哪一個是因為在中共的炮火之下 變成炮灰的 這已經幾十年了 那為什麼現在說變炮灰 說實在這個 為什麼能夠維持這麼長期的和平穩定 這不是說中共變好了 人心的大發 而最主要就是因為美國嘛 對不對 美國強而有力地介入這個台海 那麼保障了台海的和平安全 那麼最近這個台灣的標題黨 有一個標題非常聳動人心 就是說美國智庫說這個 在中共的攻擊之下 台灣擋不了90天 你看 光看標題 它這裡面就有認知作戰的三個要素 第一個 美國智庫 有權威性 對不對 第二個 這個擋不了 這個中共對台攻擊 大規模攻擊 這個是一個大概率有可能存在的事實 第三個 擋不了90天 意思就是說 連美國人都認為你撐不了90天 失敗主義 所以在這種的一個標題 光看你就會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了 這個結論當然對台灣的 軍心事實力是不利的 但是我們更深一層 我去了解了以後發現 這是蘭德公司的一份報告 那這份報告的特別之處在哪裡 是美國國防部長辦公室站住的 他是怎麼說 他是說因為台灣有什麼什麼問題 所以說在中國大規模的武裝攻擊之下 台灣撐不過90天 這兩個問題 第一個 台灣本身因為這個主客觀因素 這個不管彈藥量或兵員等等 第二個就是大規模 那麼如果說沒有美國的介入 他撐不過90天 這意思是什麼 他後面得出的結論就是說 美國對台政策要明確 可信 及時 所以他主要為什麼國防部長辦公室 贊助這個研究 就是要他得出一個結論來 這就是美國的這個政府部門 跟這個所謂學術智庫這些部門 互相之間的一種套招的 這種公關做法 所以這目的就是說 要美國國防部對台灣的這個援助 要及時 而且要可信 所以 而且要趁早 所以這個就讓美國國防部 有一個制定他政策的依據 主要是這樣子 而不是說什麼90天 為什麼說不是90天 因為印太司令 最近接任的阿基里諾上將 他在6月份的時候 在美國這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 這是美中關係非常重要的一個組織 他在上面的演講裡面 他就公開來講 他說我當這個印太司令 美國總統給我兩個指令 第一個指令 防止 就是嚇阻中國 發動對台的侵略戰爭 第一 第二是 如果第一項任務失敗的話 第二個任務就是要 把中國的這個武力攻擊擊敗他 美國的指令充分授權 當初艾森豪這個當二戰的時候 他的指令也是就是光復這個歐洲 就這麼簡單 所以說這個 所以阿基里諾就講得很清楚 那麼他憑什麼來執行他的 這樣的指令呢 他底氣在哪裡 底氣就在於說 沿著中國附近有300多個美金基地 其中距離台灣很近的像琉球 駐日美軍絕霸部分的主力都在琉球 現在又多了一個菲律賓 他們不是在那邊看熱鬧 做啦啦隊的 他們是隨時準備台灣有事 他們就要行動 所以我說不要說90天啦 如果說中國發動對台灣的攻擊 90秒內印太司令部沒有做出反應的話 這位印太司令就得下台 90秒各位信不信 因為按照現在的這個各種的關通設備 你90秒都還不曉得還在那邊愣在那裡 哪有可能 第二個 如果在中國發動對台 大規模的武裝入侵的90天前 美國國防部沒有爭執他的意圖 沒有做出警告 就像俄烏戰爭之前美國做出的警告那樣 那這個國防部長就得下台 會被罵到臭頭 一年給你8000多億美金的預算 你連這個你都看不出來嗎 因為大規模的入侵 中國所要做的各種準備 很難不被爭執的 如果說真的台灣90天以後失憲了 那很抱歉 這位美國總統可能回不了白宮了 半路都會給美國人給轟下台去 為什麼呢 因為把台灣給搞丟了 那這個這直接影響到美國的霸權 直接影響到美軍跟美金了 所以這樣的事情發生在哪個總統身上 他還能混嗎 他甚至會在美國歷史上一臭萬年了 所以這樣的事情說實在發生的可能性 那簡直跟彗星撞地球一樣 所以我覺得說這整個事情 我們作為一個這個深入的分析 就知道說這完全就是一個認知作戰 標題黨的做法 但是透過在台灣的一些的 這個親中勢力的炒作以後 就會對台灣的民進士氣造成一定的影響 不過幸虧台灣明治已開 我覺得台灣的公民社會還是非常的健康 非常有獨立的判斷 這也是台灣能夠繼續的 能夠生存 發展下去 而且也是我們對抗中國入侵的 一個最有力的後盾 是 我想言論的自由在台灣 大家非常的習慣 我真的有時候也會必須要譴責 這些邀請的政論媒體 我很少這麼講 但我必須說 不同的意見在你的節目裡面 辯證沒問題 但當這種不叫失言嗎 當他說管他誰當兵都是炮灰 都會死 你還會再請他上節目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拒看 這樣的一個政論節目 也就是說他還是有一個 你可以有你的選擇 你的來賓 但當你的來賓不是個 當你的來賓已經 我們認為在做錯誤資訊 嚴重錯誤資訊的傳遞 你必然有道德上的部分 之前台灣的MeToo 你都有幾個這些所謂的這些來賓 你不再請他了 這個在我看起來也是嚴重的問題 請再接... 我再補充一句 台灣的這個真兵的身高按照152公分 不是憑空而來的 有一位這個聯友就提供我美軍的資料 美軍的一般的這個軍人 他的要求是五尺高 五尺高多少 152.4公分 那麼陸戰隊的標準更低 陸戰隊只要四尺十寸 147.32公分 換言之就是說矮個有矮個的優勢 對於什麼潛艇兵啊 飛行員啊 這個坦克兵啊 還有一些特殊的任務 矮個反而更好 所以美國的... 所以台灣國防部是根據美軍的 這樣標準才做這樣調整 所以這沒有一點可知之意的 而且為什麼我們要歧視矮個 矮個別忘了連中國的鄧小平 一定都是個矮個嘛